哈哈哈哈 算太大聲了你們 我就坐在坐就看 這個好東西歸我了 真點不開心 這是我家屬 我家屬 我家屬 我女朋友 我家屬 哈樓 哈樓 這是這是 這是 還是長得最好 哈哈哈哈 都沒有 你們這是什麼呀 天書 沒有我拿著打包 這麼香 還在擱那兒 哈哈哈哈 現在我明白了 以後凡是只要放在那兒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擱 哈哈哈哈 你們都被擱劫了嗎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我嚇了我嚇了我嚇了 我嚇了我嚇了 哈哈哈 高低操作 哎呀 我嘗嘗 男呢 我上壹期 我上壹期學的 媽的 你沒替公布上壹期啊 不是那堂再放 在那其實mi 所有那 drone 망 zu 哈哈哈 我那裏超級恐怖 警告 我不是收妳的都是是 Cienst同學 那個什麼東西都不會 amii mii Lock 这个叫做MIT的叫做 嗯 这么搞 那个final有30% 后来到他比较叫什么10的还是叫做多少 你们一声是叫什么 Michael 今天不讲你们 今天 今天他妈叫什么叫334今天好像 334 你咋叫334 我昨天在上34 他上一期他上一期三次的这个叫334 哎马来大哥要聚他妈啃 我们说了 怎么MIT来的那么投情 你不是 我哥都照顾了吗 对对对对对 我们我们每周的那个PromperSense 他第一周留了几个T 留了19个T 哈哈哈哈 都都做了什么 都做十几个T 都做都 不然你翻了就是几两刀 当地翻了 我接着不下去了投票 你说我说你再这么学 再这么软一点 我们都要照顾了 嗯 然后降了点量 降成了10把狼的 然后还说多 然后他都降了9个 这个89个还可以 哇这第一周19个 第二周十七个 哎呦 我现在是那个量了 而且都是特别长的这个问题 我们回到我们那个28啊 我们是3月5号考试 然后这个是 part one 然后就是part one 随堂考过这个 什么随堂 随堂 然后应该是 顺客说考 嗯 这个是 咱们今天先开始part one 然后下周是part two ok吧 呃下周我们应该就只是补充一下剩下的知识点 因为你们老师毕竟还没有出范围 然后下周 很大概率会发一个practice test 如果他发的话我会提前做了 然后我们在review的时候 然后把那道题也给做了 ok吧 呃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咱们把那个package拿出来 如果没有直着吧 就是要草包直着来 这边随便拿 好了 只要是白的地方都可以写 咱们今天先讲这么几个点 一个是就是说一些基础的知识 就是呃有一些是review 之前247的需要的东西 给你们先放在这边 然后有两个关于acimeter的property 然后呢 还有mom mle 啊这些都是一定会考的东西 所以我这周它范围的录处 就可以给你们讲完了 然后剩下来的combinance interval啊 然后hypocalypse test 我不太确定它考到底在不在范围里面 如果在的话 我会再给你们讲一遍 ok 好 然后呃 因为我们是对内review 所以有些东西我就讲的那么详细了 你们可以去 比如说看之前的周课的资料 ok吧 好 ok 呃我先把一些在247里面 我们要用到的知识给你们放在这里了 我就不详细讲了 主要呢 首先我放了几个distribution 啊我放在这儿distribution 你们需要去呃多多了解的是它的expectation 跟variance ok吧 就是这几个distribution 一个是Bernoulli binomial 啊 然后paisson 这三个是呃 discrete case 里面我们248里面可能还要再用的 那么用不是说真的去考他们的distribution 主要是放在呃 比如说就放在提杆里面啊 比如说让你求一个什么liking function啊 啊 这些random sample follow什么distribution啊 那么基本上这些 这些就是可能比较容易会出现 ok 这三个是discrete的 啊 然后下面还有exponential normal normal 啊 这几个 那么在这里 我把 可能出现到的知识都给你们放在这里了 啊 有这么的pmf 啊 pmf呢 pmfpdf 我不需要你们特别多的去了解它 但是expitation跟variance 你们可以去仔细的去看一看啊 啊 它可能会呃 我们太清楚要看你的announcement 它会不会有triscrete 就是 附在你们的考试后面 应该一般来说会有 有 但是 还是希望你们脑子里有个印象 有个印象 好吧 就比 fnchrete要快 fnchrete要快 好 那么Bernoulli一般来说是可能会用到你们在算 比如说那种proportion proportion 也就是说让你assimatep啊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sample 比较容易可能会follow我们的Bernoulli distribution 好吧 这是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 那binomial呢 我只是就是附在Bernoulli后面的 啊 反而是在这里Bernoulli可能会比较有可能 啊 它 只要是问你就是说关于proportion的 其实相当于就是两种选项嘛 对吧 proportion 一般就是什么什么的比例 比如说女生的比例啊 对吧 身高 几几几以上的比例啊 那么这些相当于都是两种 对 就是是女生或不是女生啊 身高165以上或165以下 就都是两种情况啊 所以每个sample我们都会follow Bernoulli 啊 所以我在这儿给你们放了一下 Bernoulli的solution 那么你只要知道它的expectations Bernoulli是pvariance是p乘以1-p 那么让你们有一个印象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有的时候啊 怎么说呢 就是它让你asme是p没错 但是你也要知道它不仅仅是它的p它的 呃 它的parimeter 它也是它同样是它的sample mean 对吧 它的 mean 对吧 mean 在这里就是p的意思啊 所以就是让你们记是双向的这样去记 好 然后嗯 好像也是比较容易考到的 它的expectations 跟variance 都是它的parimeter lambda parimeter lambda 好 然后下面呢 exponential exponential呢 一般都是 呃 会给你pdf的 会给你pdf 然后它的expectations 跟variance 也是稍微记一记 稍微记一记 好 然后normal我们来看一眼 normal 嗯 normal是最最容易出现 就是经常贯穿在我们的整个 assimeter里面的一个 呃 distribution 呃 主要是让你们关注一下 它的standard normal standard normal 啊 如何standardize 这个是我们经常要喷电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之后遇到 你们经常commodel singable 包括我们上节课讲的 hypothic test里面 啊 经常会出现 要standardize的这个 呃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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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呢 呃 你要知道z 它代表的就是normal01 啊 z就是normal01 啊 我就在这边放在这里给你们提一个型 然后呢 你们要 知道怎么去查ztable 查ztable 这也是一个知识点 然后还有就是percentile percentile在z里面和t里面是最容易出现的 我在这儿只放了一个tdistribution 那么 它指的就是说 一般来讲 比如说25 percentile 和75 或者它可能会说first和third first和third的意思就是25跟75 percentile 对吧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前面25% 或者说前面75%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percentile 那么 呃 我经常跟你们提醒的 我在之前 诗听课 包括第一节 说会说 都有跟你们讲过 就是说 它的这个z 0. 比如说0.975 它的这个意思 对吧 或者说 写的更general一点 z 所以二分之α 你们要明白它这个的意义 它这个意义 z0.975的意思是probability z 小语等于z0.975 是等于0.975 这个 你们脑子里要有这个印象 你要明白它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z0.975 应该是横轴上面的数字 就是说 是在x这个轴上面的数字 这个z0.975 而不是你的probability 对应的probability 应该是0.975 0.975 那么跟它对应的 我也经常说 一个notation 叫做phi 比如说 phi1.96 这个也是一个notation phi1.96指的是一个probability 指的是你的面积 或者说是 指的是你的probability 这个都是normal里面 比较basic的东西 我再给你们提个醒 提个醒 主要是要看这边的standardize standardize 这是一些247里面的一些distribution 我们再给它回顾一遍 哪些比较容易考到 比较容易考到 你们考前再low眼就可以 考前再low眼就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247里面最后讲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还经常用到的要回顾的东西叫做central limit serum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给你们说很多遍了 考前你们再去再去看一眼 就是上节课我们说的week5 应该是week5吧 就是那个或者说是247的那个assignment2那道题目 就在week5的那个周课的那个上面 笔记啊什么都在woodo上 你们再去回顾一下那道题目 那道题目 就是关于central limit serum的 要知道的是它的一些comment 不能叫comment 就是一些简答题 ok了 就是简答题在这边你要特别注意 你要特别特意去看一眼 关于central limit serum的 就central limit serum再回顾一下 就是说如果x1到xn 他们是independent identical distribution 也就是ID 如果他们是ID的一些random sample random variable x1到xn 然后他们都有相同的expectation跟variance 比如说他们的expectation是mu variance都是sigma方 sigma方 对吧 好 那么我们central limit serum的结论是说 sum of xi sum of xi一定会 就是近似follow 也就是近似follow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normal distribution 好 然后sum of xi 它的mean是n乘以mu 然后variance是就是sum of xi 然后这个是standard deviation sum of xi 对吧 就是说相当于是说我的expectation of sum of xi 是n乘以mu 然后variance of sum of xi 是n乘以sigma方 这是一种结论 那么第二种结论呢 就是说我们直接记的是x bar 也就是n分之sum of xi 这是我们强调了很多遍的一个结论 这个是我要你们跟人家去记得 它也是近似follow normal distribution 对吧 然后它的mean就是mu standard deviation或者说variance 我这样就写variance variance就是n分之sigma方 n分之sigma方 这是我们强调了很多遍的一个结论 这边的结论 所以这个结论是更加重要一些 那么注意了这边的 这边的mu是xi的mu 同样也是x bar的mu OK吧 就是说这个没有问题 xi和x bar都是一样的 但是记住 这里n分之sigma方的这个sigma方 这个是variance of xi 是每一个sample 每一个variance 它的每一个random variable的variance 但你要知道variance 就是你要这样写 variance of x bar 是直接等于n分之variance方的 那么这个问题出现在你们的上次的in class quiz里面 对吧 就是说如果他用r code直接算出来算出来是x bar它的variance的话 你不需要再处理它的sample sample size 明白吧 就是说如果他用r code说我直接算出来这个东西是x bar它的variance的话 那么它的variance就是n分之variance方 这是x sizevariance方 OK吧 就是说你就不需要再去除一个sample size了 这个是你quiz里面出现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记住的是我的这个x bar的variance是整个已经除了一个sample size了 已经除了一个sample size了 这个是一些我不想再强调的一些就是247年的知识 你们就是考前的时候再回顾一遍再回顾一遍 那么注意这个central living serum呢 你们要复习的话还是再回去看到题目 包括你们也可以去看in class quiz 你们in class quiz part 1里面的那些题 主要是看它的简答题 一般要怎么去回答它 OK好 那么一些来我们今天再回顾一下一些基础的知识 首先呢还是我又要记出这两张图楼 但是在这我就不细讲了对吧 就是说我的parameter是什么assmeter是什么 这个你们再去仔细思考一下 那么parameter一般来说都是不带hat的 也就是单纯的一些单纯的一些符号 比如说mu,p,θ,sigma 这些都是parameter上面没有hat的 而assmeter呢 assmeter就是要么就是mu 就是在所有的parameter上面加一个hat mu hat,p hat,θ hat,sigma hat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以一些具体的形式出现 比如说我这边的x bar 对吧 比如说我这边的s s bar指的是sample mean s指的是sample standard deviation 对吧 这个是ass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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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是meanof 后面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是me 比如说wait 那么我知道mean是你的parameter 也就是mu 对吧 那么wait就是你的variable variable 因为在也是两年前了吧 他考过一道题目是有点像那种分析题 就是没有任何计算 就他直接给你一段话 然后问你啊 他的population是什么 他要assimate variable是什么 他有parameter是什么 他有什么东西 他有哪个是assmeter 这些都是文字体 简答题 我比较害怕他会出这种文字简答题 反而是计算题 你可能说你练的比较多了 会算 主要这些简答题 所以我要把这些概念 还是给你们再梳理一下 这里的variable指的是 meanof 后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parameter 后面的东西 对吧 他去assimate是哪个变量 是他的身高 还是他的体重 他的这个propotion指的是 比如说什么什么的比例 OK吧 谁是谁的比例 那么这个是他的variable 这个variable 那么下面这张图呢 你们就去参照一下 我试听时候讲的东西了 他就没有 在这儿就没什么好跟你们说的 他只是一个assimate的过程 我再给你们提一下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逻辑 我是用population 收集了一些units 做了一个sample 那么这里 我要跟你们说一下 比如说一道题目 他一个题干给你 他说 比如说我收集了一千个 UofT的学生 然后要去assimate所有 UofT学生的身高 等等等等 那么这里他的population是什么 population一般都是 如果他让你写 他的population是什么 前面一般都是这样的格式 就是oh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oh UofT student OK吧 或者说oh toronto 等等 就是所有uofT的学生 或者所有toronto的居民 或者所有加拿大的人口 明白吧 就是如果一般是population的话 都是很笼笼的一个大的概念 那么如果是sample的话 那么就是他收集的那些units 比如说我在所有uofT学生里面 挑了一千个人 OK 那他的sample就是这一千个 比如说他应该是有一个具体的size 有个小n个 比如说uofT student 或者说我小n个 stats department的学生等等等等 这些是他收集的sample OK吧 这些是因为为了去应答一些 可能出现的简单题目 简单题目 population指的就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群 所有的人群 你想要去 你想要去assimate的 你想要去考察了这个人群 才叫population 是比较大的 那么population的size是大 来表示 但是这不重要 一般来说不会考到这样子 所以这里边的每一个概念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你随便去 他的应用题里找到题 然后你就去问一下自己 population是什么 sample是什么 variable是什么 parameter 他要的assimate的parameter是什么 他用什么assimate去assimate他的 你就随便找到题目 应用题 你就去问一下自己 如果能问得出来 你能答得出来就ok 就ok 好 然后 咱们来讲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比较有可能考他的parameter 里面考过 那么这个东西在joker的时候 我没有跟你们说 没有跟你们说 因为他只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在review的时候跟你讲一下就ok的 没有必要在joker上面跟你讲 有一个叫做box plot的东西 box plot 这个东西呢 是r language里面 它就是你在用r的时候 你可以plot出来的一张图 就跟你们的那个hysgraph什么的 是一个意思的 但是我要求你们会看 你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我这给了你们几张box plot 咱们先看一下这张大的图 我来给你们讲一下这张图里面的每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那么box plot这种图呢 一般来说都是来看几个点 有几个点 第一个 它的median 一组数据一组sample 比如说20个甚至100个sample 它会弄出来的点 一个是median 它有可能会出现的 第二个呢 叫做它的25和75的percentile 这也是图上可能会表示出来的点 会表示出来的点 第三个叫做minimum和maximum 就是说我这组数据里面最大值和最小值 OK吧 最大值跟最小值 也是能在这张图上找得到的 第四个 outlier 我们等会会在图上一个一个去找这些数据 outlier也是 这组数据就是相当什么是outlier 我在第一节课给你们说过 就是说我这组数据里面过于大的 或者说过于小的 就是不正常的一些sample OK吧 比如说我95%的sample 或者99%的sample 都都集中在4-5 或者4-6 你突然有两个点是10 或者说甚至20 100 那么这些叫outlier 就是不正常的unusual unusual large 或者unusual small 这些点叫做outlier 那么第五个 是它不会在图上给你表示出来的 但是你要能自己看得出来的 是它的一个叫做screwness 就是它的一个偏度 或者偏向 对吧 偏向 我们来一个个看 一个看 就这五个点 你要能在你这个boxplot上面找得到 或者说你可以说得出来 你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 来 比如说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大的图 我能说偏向什么 第五个偏向 就是说 我给你们画一张图吧 就是 画一张我们一般来画的这张图 比如说 一个distribution 它是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或者我画的不太好 它不应该有凹进去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medium在这儿 比如说 然后呢 它这个叫做screwright 就是向右偏 也就是说数据更集中在 比medium更大的 这些数据上面 OK吧 是这个意思 画两张图 一个是这样子 一个是这样子 明白这意思吧 这个叫做向左偏 我们来看一下 在boxflow上面 要怎么去找这些点 好 第一个叫做medium medium就是最粗的 中间那根线 这边很明显 我知道有一个box吧 对吧 这边有一个就是 类似方块的一个东西 方块中间有一条线 这条线 所对应的数据 就是我的medium 对吧 我在这写 这张图上都有这些数据 就是说我box中间的这个点 这条线 所对应的数据 叫做medium 然后第二个是25 75%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你的box的左右两边 或者说是上下两边 要看你这张图是 就是有两种形式 这是网上我download出来的一张图 这个也是一种boxflow 那么你们老师一般可能出现的呢 是竖着的 竖着的 如果是竖着的话 那么就是2575是上下两边 对吧 就是比如这是25 这是75% 我就拿这张图吧 中间这根粗的是medium 是不是medium 中值 中值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数据的最中间的那个数据 把数据从小排到大 然后最中间的 如果你的数据是奇数的话 就是中间那个数字 如果你的数据是偶数的话 就是中间两个数字的平均值 这是medium 然后第三个叫做medium和maximal 那么这个呢 是你还看到除了这个box上下有两条线以外 还有两条线 对不对 就是这一条线 这个是minimum 这个是maximum 那么需要你注意的是这个minimum和maximum是什么呢 是除了你的outlier以外的 ok吧 就是有点像就是投票的时候 去掉一个最大值去到一个最小值 是这个意思的 ok 就是把它outlier去掉了之后 因为如果它不去掉的话 就这个数据就不够准确 ok吧 所以说 把outlier去掉之后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在合理范围内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可以叫做maximum和minimum 在这张图上面是box以外的两根线 它所对应的值 好然后第四个叫做outlier outlier很简单 就是这些点 对吧 就是这个线以外的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都是outlier 那么这个点少 你再看旁边这张图 来看右边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 你会发现它的outlier就比较多 ok吧 就是这个都叫 这个都是outlier ok吗 然后这个都是outlier 它有的时候点实在过于多 或者过于密集了 那么它有可能是会画成一根像很粗的线一样 但你要知道 在 有点像 有点像 那你就看你这个 这个median这根线 你跟哪个比呢 你不要跟那个box的两根线比 你要跟你的minimum和maximum比 ok 就看这三根线 我用红笔画 这三根线 ok 如果你的median 更 偏向上面 或者说更偏向右面 那么它就是 右边 这个是右边 如果你的median更靠下 就是左边 就是左边 如果你的median在中间那么它就不平 它就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symmetric 或者说就是你如果觉得不够精确不一定是symmetric 就是你看个手也看不出来的话 其实如果你大概比较一下 是就是没有任何片段的话 你可以说它是symmetric 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好 的话 你就可以说是比如说近似的 aproximately 等等这些词你就可以往上加了 ok吧 这些是简单题 比如也不能就是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你就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 所以box plot 基本上就是这五个点你需要掌握的 你要从图上读出来的 读出来的 ok吧 就这五个点 那么这三张图 这三张图 上面都有它的median的值 然后25,75%, 然后minimal,maximal,outlier 然后还有对应不一样的一个偏度 对应不一样的偏度 对应不一样的偏度 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再练一练 然后你们老师的这个PPT上面也有这些图 你们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在week2的PPT 我们week1,week2都有 week1,week2都有 然后呢它往你考到过一道题 我们来看一下一道题目 那么它一般来说考这种题 如果考到box plot 它一般就是让你读 读图 读图 那么读图呢 就有可能出现一些简答题 我把这个简答题的答案放在这里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眼 就是大家参考一下它会怎么说 那么这些也是要 如果要读的话也是会跟实际的例子结合在一起的 结合在一起的 比如说这里 它给你两张box plot 相当于我们来读一下图 说它是display什么呢 是它的weight distribution 比如说是two types of fish 就是两种鱼的这个重量的一个distribution 就是它提了很多鱼的sample 就是这两种鱼的sample 一种鱼呢叫做roach 然后第二种鱼它说没有名字 无名鱼 第一种鱼叫做roach 第二种鱼叫做无名鱼 它说no name no 就是 它就说它就label叫no name了 无名鱼 无名试 好它是这两种鱼它的weight distribution 然后它让你看一下Awen 它说three different reasons whether the two fish 什么怎么样 similar inweight or not 那么一般来说 你就从这个五个点里面去挑两个点去讲一讲就可以 讲一讲就可以 就是说比如说你就从开的medium 你看它的medium的值好像差不多 OK吧 就是medium值几乎差了没有很多 都是150上下 对吧 好然后我说我的first和third counter 或者说percentile 也是 比如说similar的 没有差很多 什么是差很多 就比如说它就跟这个box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差的是有点多了 对吧 但是这边的话就差的不是太多 这是similar的点 然后呢 你可以讲一些不一样的点 比如说这里哪些点不一样 这个是minimum maximum 你会发现这几个点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吧 就是这两条线不太一样 就是说 或者minimum看上去来差不多 主要是这个maximum 所以它下面也说了 就是说 就是说 有这个无名鱼 它有更多的就是怎么说呢 它的鱼的weight可能会更 就是 差别更大 对差别更大 或者说 最重的鱼会比我这个roach的鱼要重很多 OK吧 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最重的鱼会比它要重很多 就是它的重量可以达到那么高 可以达到那么高 那么 这是 已经两个点了 对吧 你这个minsimilar的可以写在一起 比如说min first third quantile 对吧 这个点它说都是similar 这是一点 第一点 对吧 就是它的中值 它的2575的percentile是一样 差不多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说我这个maximum 差比较多 OK 这个也可以说的 就是说 你可以说这个无名鱼要比这个roach 总体来说 它的重量可能会要更大一些 或者说重量多的鱼 重量大的鱼要更多一些 那么第三点从哪个方要讲 那么你只剩下来几个嘛 就是说你可以从 allier 比如说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无名鱼几乎没有allier 对不对 它这个 至少它这个sample里面没有allier 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这个重量分布的还是比较集中的 对吧 没有那种 就是 比如说 鱼一般也就集中在maximum和minimum之间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roach 它虽然 它除了allier以外 它的maximum跟它的allier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对不对 所以它有allier 它没有 这个点你也可以抓 抓着它说 怎么说呢 比如在下面说 就是说 就是说我这个roach更可能出现unusual large的鱼 对吧 或者说 就是说它这个weight更可能出现unusual large 就是说它就是重度肥胖的鱼 然后就是更有这种这种种类的鱼更有可能出现重度肥胖的情况 可以这么说 对就是 你不用写的那么具体 其实就是把这几个关键词说出来就行了 如果它出到这种题的话 你只要讲这五个关键词 你这五个关键词基本上达到了 你怎么扯都可以 怎么扯都行 它其实主要就是考察你对这个box plot 是不是了解 所以这五个点随便找几个点 你给它随便乱扯扯就行了 你不要就是扯的相反完全相反的就不太好 比如说它明明没有outlier 你非要给它扯几个outlier出来那就不太对 说明你不知道outlier是什么东西 或者说不知道outlier是哪张图 所以你就随便扯 你不需要扯到那么那么具体 你就这几个点的这个关键词一样出现 比如说你这个什么first third percentile 这种你要写上去 对吧 medium这个单词你总得出现吧 它都考你box plot 连这个medium这个单词都没出现说明肯定够不去 然后outlier 肯定可以出现一下 minimum和maximum还有这个偏向呢 要稍微好一点 因为偏向它一般会出单独的题目 你不一定要直接在题面说 你比如说你往下看 b文它就问你 它说 it's bad 那它这个me to be large 还是smaller还是equal to medium 它后面有写说我这个for 是它要说的是这种语 roge这个语 它为你mean跟medium去相比 那么这个怎么比 它其实就是在为你偏向 好我们这样说 如果是我在这写 如果是screw right的话 那么mean就是greater than medium 如果是screw left的话 就是知道这几张图 然后怎么去找就可以了 那么像b文它直接 其实就是在问你 偏右还是偏左 对吧 就是在问你偏右还是偏左 为什么是规则的 对 因为你看它就是偏右嘛 偏右嘛 就是你要看这三个一条线 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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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解释是一样 它是偏下巴的 就偏我小的东西要偏 medium不在下面 不啊 它是medium值跟maximum值更近 看到吗 就是相当于是 就是说 就是这个是maximum的值 这个是minimum的值 然后你的medium应该在 就是 这儿 诶等一下我笑笑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 medium 可能就是中间那个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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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它是 就是中间的一个树吗 就是 就是这儿是吧 里面就在正中间 它因为 算的应该是 这个 我想 应该是 这里 一个是面积的这个树 嗯 也不是 就是相当于 相当于说 这叫有 有四条鱼在这个 这根线上面 四条鱼在下面 对 对 然后上面的四条鱼 相当于你来说 下面的四条鱼 对 对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个结论 它应该就是这个结论 应该是这个结论 我只是可能图画反了 对 就是应该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它的偏向 它的命应该是更 偏 就是 比米典更 比米典更大 因为 你可以这样去 你可以找 比如说十个数据去算一算 你就直接找十个数据去算一算 就是 看它偏哪边一点 比如说我从一到十 然后你就拿一个数据 比如说是 米典是五 但是 不 米典应该是 比如说七 说明什么呢 就是 这边的数据 同样是 就是说它应该比七要大 这边的数据应该要比七小 但它们是 它们是 同样的数量的 OK吗 就比如说 这边是 二三四五 然后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然后这边是 八九 十 比如说还有五个 八九十十十 对对对 比如说这样子 就是 应该是一个数量的 这边五个 这边五个 但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算 米典的话 一定是更 比七要更大一些 为什么 因为 就是 这边是个平均应值 这边是个平均应值 肯定比较大 你算一下吧 我觉得我 我总觉得应该是小一点 好强 因为 因为 就 这边是十 不 这边是 十四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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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七 这边是 三十 47 47 47 对 然后你把它除个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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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你只要看他 十二 六 十 然后是结婚的 六六二七 对 超重的鱼器没超重多少 瘦的鱼器还要非常瘦 这个难道不是要看具体的数吗 我等会去查一下保障权 应该有个完全的结论 如果是screw right 的话 应该明跟明点比 screw left 明跟明点比 等会再去查一下 可能写反了 反正你先把这些记住 就是这五个点 你要去记得这个boxplot的这五个点 就这五个点 基本上不会再考别的点了 因为你们的PPT上也只有这五个点 看中值 然后哪两条线 主要是你这个25 75 跟minimum max 你不要记错 你不要把这个box的 两边当成minimum 和maximum就可以了 这是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 这个box 其实只有25到75而已 但是你的minimum 跟maximum 而且你要知道你的minimum 跟maximum 是除了outlier以外的 好吧 已经把outlier 剔除出去了 因为outlier 他觉得数据不够准确 不够准确 好 这个是第一个我要今天要说的点 叫做boxplot 然后我把这个 这套卷子我会发在model上面 今天要结束之后发在model上 你们把这些简单题的写法都稍微去看一下 我发现老师比较喜欢 Karen还比较喜欢出简单题的 好 然后来我们往下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周课都讲过的东西 我就再给你们复习一遍 再给你们复习一遍 首先是两个property 两个property 这两个property很简单 第一个叫做unbiased unbiased 就是说 首先你要知道的定义 一个叫做bias bias 偏差 bias指的就是我的assmeter的expectation assmeter的expectation减去我的parameter的值 减去我的parameter的值 assmeter的expectation减去parameter 那么这个东西 你要注意的是 它不一定是有一个完完全年的值 对吧 因为我的parameter一般的时候不是不知道值吗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出现unbiased的情况 比如说还直接等于0 我们一般bias呢 是让来check 是否unbiased 所以我们只看 我们不会完完全年去确定它到底等于几 我们主要是看什么呢 就是等于0 就是unbiased 不等于0 就是bias OK吧 就是这两种情况 这是bias 你要知道它的定义 那么如果 我们如何说一个assmeter是unbiased呢 就是说它的bias等于0 就是说我的expectation expectationof assmeter 要等于我的parameter 那么我这个assmeter就是unbiased的 unbiased的 好 然后下面有一个叫做error of estimation 这个你们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了解一下可以 不太会考 不太会考 打一个三角形 了解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parameter和 我说 estimator的差的绝对值 叫做error of estimation 你可以就把它理解为我这个estimation出来的这个错误的距离 对吧偏差的距离 好然后下面有一个叫mean square error mean square error 它呢标准定义是什么 我这写错了应该是mse mean square error mse 对吧 他们三个数字母 好是expectation expectation 你的error of estimation的平方 expectation error of estimation的平方 叫做mean square error 那么我们一般不用定义 我们一般是什么意思呢 是variance of你的assmeter 加上你的assmeter的bias平方 ok吧 variance 加上bias平方 variance 加上bias平方 或者我再展开来一些写的就是 ceta hat加上 expectation ceta hat-ceta的平方 这是我整个mean square error of estimation mean square error of estimation 那么我们介绍这个东西主要是因为 就是说我这个mean square error呢 会把我这个assmeter整个的error 整个概括起来 对吧 就是又有它的 预估的这个偏差 又有它自己本身的误差 对吧 variance是我这个parameter自己的误差 然后呢 bias是我这个assmeter自己和我的parameter之间的差距 和parameter之间的差距 好 那么你们assignment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有要提他问你 说如果我这个assmeter只是unbiased的话 够不够好 还记得吗 有没有这个问题 还记得这个问题 那么我当时说了 不仅我这个assmeter有bias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这里的variance ok吧 你要记住一个assmeter 如果要是一个好的assmeter 不仅要自己的bias要小 或者几乎为零 就没有unbiased 而且要自己的variance要足够小 ok吧 自己的variance也要足够小还行 要比较小才可以 所以unbiasedassmeter还不够好 ok 要它的mean square error要小 才是一个可能会比较好的一个assmeter ok 我等会拉张图出来给你们看 你就知道了 ok 我这张图没有放在我的package上面 我等会拉张图 有一张图呢 就是四张图 就是分别对于variance 都很大 或者一大一小 和两个都很小的情况 我等会拉张图给你们看一下 这张图我也会放在notes里面 你们可以去比较一下 好 这是unbiased 它的一个第一个property 好 然后我们来可以来看一眼 看一道题目 我们可以用 unbiased题呢 就两种题型 要么就是show setassmeter 是unbiased 这是第一种题型 第二种题型 就是让你construct 一个unbiasedassmeter 那么第一种题型呢 我们做的比较多了 而且也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在这就不练了 我们后面题目也可能会做到 那么我们主要来练到第二个题型 就是让你自己去找一个unbiasedassmeter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道题目 他说x1到xn是从一个distribution里面提出来的random sample 记住他只要说是random sample 从同一个distribution里面说明random是说明他们是independent ok吧 random的意义是他们independent 所以x1到xn是random sample from这个distribution 所以他们是iid的 然后我们不用记忆这个distribution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们就要看他的pdf 其实pdf有种看 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了 他说expectation of x方式等于2θ 就是他告诉你的 expectation of x方式等于2θ 他让你construi一个unbiasedassmeter for θ based on sum of xi的平方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这个他已经提醒你了 说你这个θ head 我在上面写一个unbiased 这个unbiasedθ head应该是一个function sum of xi的平方 ok吧 就是说主要我们就是主要是哪个function 他应该是based on这个sum of xi的平方的 也就是说他应该是他的一个function 和他有关系的 和他有关系的 好 所以这里有一个construi unbiasedassmeter的一个技巧 就是相当于倒推 也就是说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unbiased 就是你要expectation of θ head 要等于θ 对不对 这个是你要的 你要从这边要出发 好 然后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 是expectation of x方式等于2θ 然后他让你从sum of xi方出发 所以我们先来找expectation of sum of xi方式等于什么 因为你要从他出发嘛 对对你要是他的方式 相当于你在他的身上加加减减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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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就加个数字冏个数字乘个数字出一个数字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先从自己出发 Expectation of sum of xi方应该等于 相当于是exploitation of x1方加上x2方加到xn方 那么因为它们每个都是independent的 对对所以我直接可以把这个加要提出来 无所谓所以它就是 就是rnc 对不对就是n个exploitation x1方加上x2方 是n个没问题吧 n个的相间吗 就是rnc 就每一个都是rθ n个加起来就是rnc 对吧好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θ 我们要让它等于θ 所以很简单直接就是除以rn就行了 就是括号里面也除以rn exploitation的property是 加 就是乘一个数字除一个数字你都可以直接提出来 对不对 所以 这边就直接sum of x1方 除以rn 它是不是就等于rnc3除以rn 就等于θ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个倒退的过程 所以我们知道rn 分之sum of x1方 的exploitation 应该等于θ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它就是来asmit 我们的θ 所以它是θ in the head I'm biased 你最后检查一下 这个s meter里面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parameter出现 没有parameter 第一关过去第二关 有没有位置数就是你做sample 得不到的数字 那么在这里xi 因为是每个sample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数字对吧 所以无所谓 这个数字是有的 然后n有没有 肯定也有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取了多少sample 对 那可以等于110 20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s meter是合格的 它合格的第一个要义 就是它里面不能有自己的parameter 不能有parameter 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提醒 叫做construy一个unbiased estimator 那么这个是要你们去倒推 你只要去看based on什么东西就可以 那么在这里呢 它是based on了xi 那么就这么几种思路 要based onxi 要based on sum of xi ok吧 就是sum of xi sum of xi 方这些东西 你把它们的expectations去算出来看看 和你的parameter有没有关系 ok 如果让你去asmit 跟mu有关的东西 me什么有关的东西 那么你先从sum of xi 出发 是一般的思路 这是一般的思路 这是第一个property 那么第二个property 叫做consistent consistent 也来回应一下 就是前面这一段 都比如说 就是说一个consistent estimator 一个seater hand 如果我说是consistent estimator 的话 我们就说它是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toseater 这是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toseater 没问题吧 这个是consistent标准定义 那么我们一般怎么去证明一个 assimator 是不是consistent 就 两个条件 就是说下面这个困惑下面这个困惑 第一件事情是说我的expectation of theta head 要等于seta 本身 第二件事情是说 我的limit n 趋向于无穷 variance of theta head 要等于0 要等于0 就是这两个条件 它其实是笼统的去证明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的一个方法 但是在这里 因为consistent就是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所以 你也可以用这个两个 类似serum的东西 去证明我这个 assimator是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的x bar x bar就是n分之sum of xi 因为它的expectation是mu 对不对 每个xi的mu 然后variance of x bar是n分之sigma方 那么limit n趋向于无穷的时候 variance of x bar 是不就等于0 对 对 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consistent的例子 也就是我们的sample mean sample mean 是一个非常基础的consistent的一个ass major 这是两个priority 那么consistent考的比较少一点 考的比较少一点 可能会考一个定义啊 或者顶多就是给你个小的让你考证明 考证明 也不难 就这两条 OK吧 把这两条记住了就可以了 把这两条记住了 其实就是converging probability 好 然后unbiased考的可能会更多一些 那么它不会一道题单独的考译unbiased 它可能会做一个小问 然后你把这个ass major算出来之后 顺带着你证一下它是unbiased 那么你就用这个做 OK 那如果它说它不是一个unbiasedass major 它问你比如说如果不是的话 让你算出它的bias 会算的吧 对吧 就是它exploitation减去它的parameter就可以了 那么出来的不一定就是个数字 它可能就是多少多少倍的theta呀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算出来是个n-1分之theta呀 等等 就是可能是个function的parameter 对吧 不一定就是个数字 因为parameter我不知道吧 所以如果unbiased 基本上就这么两种提醒 要么show它是unbiased 要么就是construct一个unbiasedass major 所以这是两个property 好 讲完这两个property 来 最后再来讲一下我们的两个 考到的ass major 会考到的ass major 那么这两个ass major 一定会考的 对吧 一定会考的 就是mom和mle 这两个一定会考 至少肯定会考一个 我觉得至少mle肯定会考的 mle要是不考 它就跟白学了一样 因为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所以我们一个来看 首先mom 然后它的全称叫做method of moments method of moments mom 那么definition之类的 我在周克的时候都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它的原理 它的原理是用你的n次moment 去asme你的什么呢 就是 或者说case moment of distribution 去asme你的case moment of sample 什么意思 case moment of distribution 就是或者说你的population 其实就是你的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of expectation of x的k次方 这是你的case moment of distribution 然后如果是你的case moment of sample 是你的 x的k次方bar 也就是一般这么写 x的k次方 对吧 也就是n分之sum of xi的k次方 我这k可能有123456等等等等 这是它的原理 是它的原理 那么有一个小的就是note 是说只要是mom asme 只要他说是mom 只要是你用messomoment 算出来的asme 一定是consistent的 对吧 就这个 一定是consistent的 就是说mom estimator 一定是consistent 就是一个note 是个note 那咱们主要是什么呢 咱们主要是来 再复习一遍 算momestimator的过程 的步骤 三个步骤 还记不记得 非常简单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 算 expectation of x 的k次方 那么这个k 是从一次开始算 OK吧 你不要上来算二词 那我就给你搞懵掉了 肯定是先算一次 从一次开始算 那么我这先写一次 先算 expectation of x 那么这个的x 是指你的每个random sample 的distribution 它们应该是follow 同一个distribution OK 你主要是看这个distribution 的expectation 算出来应该是一个关于你的parameter 你要算的 你要asme 那个parameter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f θ OK 这个时候你要判断一下它是不是 OK 不是说它一定是 如果是咱们继续 如果不是 就如果是 或者我这事等于 继续第二步 那如果不等于fθ 怎么办 我们就 往下就是算 ex 方 OK吧 就是说如果 expectation of x 是你的 要存 要算的parameter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那如果不是 算出来根本 连你这个parameter 都没有出现的话 那你要继续算二次的 ex 也就是ex 方 直到你算出来是你的function parameter为止 OK吧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第二步其实是废的 主要是为了提醒一下自己 你是用第几次去asme 它 所以我这写的是 x的k次bar 等于x bar 或者你可以直接就意思是k的1 就是说我一次moment 已经算出来是我的parameter的这个function OK 那你知道k就等于1 那么如果是二次的话 那你就是x的k次方 bar x的方 bar 注意不是x bar的平方啊 是x方 bar 它的意思是sum of xi的平方 然后再取平均值 是把每一个xi先平方了之后 再整个加起来做平均值 OK吧 不是你x bar的平方 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注意了 我在这还是给你们写一下 这个东西是n分之x1方加s2方 加到xn方 好 不要忘了 好 第三步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导出我这个athmeter了 也就是说我把第一步里面的这个f theta 移下来 把里面的c都变成data head 好 然后等于x bar x bar呢 就是你第二步里面的这个x bar 是吧 然后解出 cdata head mon 这个就是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非常简单的三个步骤 那么 mom x measure 还是比较好算的 重点就是 算explication 算explication 然后最后解出来 其实就这两个地方 就这两个地方 会有一些些计算量 解的时候注意了 最后一定要解成 就是cdata head mom等于什么什么的形式 OK 你不要就是cdata head 还跟x bar x方 bar 混在一起 你要最后解出就是 现在mvm要在整个左边 你要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什么方式 计算量呢 主要其实还是在算explication 还是算explication 然后 如果想复习的话 你就是参照你们assignment 要听 对吧 让你算mvm要听 先算了一个比较复杂的explication 对吧 然后 让你去求他的mvm 其实主要 其实主要就把explication 算出来 基本上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结束掉一大半了 后面两个步骤都只是一个 就是反的解出来一个推导的过程 只要原理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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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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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matria 的 expectation 是 创新计单 其实就是给你一个 给你一组random cycle 然后follow一个dramatric distribution 告诉你的pmf 完了之后让你算p的mass of moments as matter 那么就根据我们这个三个步骤 第一步算出你整个distribution 或者说你任意的一个random variable 里面的一个sample的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e x 应该要等于 那么在这我就直接告诉你们 它geometric expectation 的variance 等于p分之一 那么你会发现 我eats moment 算出来已经里面这个方式里面代p了 对不对 所以第二步就直接 xk的bar就等于x bar 也就是k的1 意思就是你的eats moment 然后第三步 第三步 我把第一步里面算出来p分之1的p 变成p hat分之1 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二步里面 你右边的那个x bar ok吧 x bar 然后解出p hat mol 就等于x bar 分之1 或者你可以写n除以sum of xi 如果它要你具体写出x bar是什么的话 所以就不难 mol mol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就这三个步骤 这三个步骤 第一 然后你们再次练一道题 这是一道关于geometric的 然后在下面gamma gamma呢 是 ditation max x是alpha乘beta variance of x 是alpha beta方 等下这 你们休息五分钟 然后 顺便把这个题杆开业 顺便把题杆开业 然后自己写一下 把刚刚那道variance bias的图 给你们找一下 分之一 也不用 顺便这样 也不需要 这个顺便可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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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便 这一部分是怎么处出来的 就是标语的时候是x方式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看第一步 你是第一次moment算出来是方式p 就是说你如果是第一次moment ex算出来就是它了 k就对于e 因为你是用e次moment去asme 所以它的意思是k的e 如果你这个算出来跟p没关系 比如说你就是随便 比如说可能是个concent等等等等 然后你要继续往下算 你要算e x方的时候 你算出来是一个functionp 比如说什么p二分之1等等等等 好那么所以你要用touch asme 的话就是xk对 x平方 bar 就是二次 但是这个要建立在你的一次 的确跟它们有关系 相当于优先一次 然后再优先二次 再优先三次 然后之后也是1除以p 还觉得五百次 x bar对就是这个x bar 就是上面这个提带来的 如果这的话就是x方 bar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第二步其实就是提醒的作用 就是告诉自己 我是一次moment 就要我用一次moment去asme 所以我这个k就对于e 所以我是要用x bar去asme 我这个ex 所以我是p hat 就是那次EwX bar 吃了 好吧 不看 你好 我的衣术 老师,你最近考试多吗? 多,我下周三的考试。 我可以。 周一,周二。 我现在很红,我现在整个人都很红。 考啥啊? 考APM。 还有一个BANF。 这两个数学课。 那个APM倒不上数学课,是金融课。 因为我是上了那个Mass Application, 是金融课。 所以,那边课叫Mathematical Finance。 金融课? 对。 这是凡人。 但是,你们说好像大司就没有什么课了吗? 对,就熬过这个学期。 就很舒服。 就很舒服。 咱们熬不过。 好累啊。 重点是熬不过。 难受。 有个问题。 如果说我要测全加拿大人的平均值很高的话, 那么,Consistent又unbiased estimator, 比如说我得1000个人过来量一下去平均值, 这算吧? 算。 因为它就是,就是平均值嘛,就是相逢命。 那你能不能给我举一个 就是你要看到它的 它是三公命的话就是 三公命就是对 那你能不能给我举一个 bias的但是consistent的例子 就是重量 你你你你 不不不 根据刚才这样的情况 能不能给我举两个 就是不是很合适的 S-Mator的例子 不是很合适的 S-Mator的 我想一下 不是很合适的 S-Mator 因为我感觉好像 我唯一想要出来 就是取平均值的 对啊 你想有很多 就比如说平均值啊 中值啊 然后还有很多 就是可以用的数据 再比如说 你可以平均值 再怎么处理 对 或者 去 前面多少个人 后面多少个人 怎么怎么样 而且其实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还比较理论 我们像大S-Size的时候 可能会就是 有一门课 会专门去跟人们讲 就是说 怎么去处理数据啊 然后齐取数据啊等等 那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不一定是 一个是 你就算取的是平均值 但也有可能 就是你对于这个S-Mator来说 你可能是 unbiased 或者说 理论上来说 它是unbiased 但是你有可能 就是说群体取的不对啊 比如说 比如说你群体都取的 比较矮的 或者说群体都取的 同一个Department 或者怎么怎么样 都有可能会 这个地方也有可能 关于S-Mator的话 比如说 Ming啊 Medium啊 然后 他们再做一些什么处理 我先去到哪边 去到哪边 然后再去Ming 什么的 就有很多很多 可能做的S-Mator 这个我就 不一定能提出来 如果说 我一个S-Mator 是比如说 在全华人里面 取一切的群体 这属于什么样的S-Mator 不能说是什么样的S-Mator 只是说 它是不是 就它可能会有一些些 就是 对于S-Mator来说 没有什么好处的 主要它这个Average 出现在 你的 就是调查的上面的Error 对 这个是 你之后调查 取S-Mator中间的Error 而不是你要去 取S-Mator的Error 就是这个S-Mator 可能没有毛病 主要是你 调查过程中 或者取S-Mator的过程中的Error 就这意思 就是说 你不是 你不是说 我用平 我 我用平均升纲去 S-Mator 是对的 是可以的 是比较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这个S-Mator 取的不对 所以它是在取S-Mator的过程中 出现的Error 而不是说 你这个S-Mator 自己本身有什么问题 就 我这个 怎么说呢 我这个值 我该 我想一想 怎么表达 就是 而且你同样的一个S-Mator 就是 比如说你都是平均升纲 但是你的数据不一样 它的值也可能不一样 对 就是我这里的S-Mator 指的是 它这个Function 不是Point Astimate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的 Astimate 跟Point Astimate的关系 就是Astimate 是相当于 你觉得Function 我就是 比如说 平均升高 或者说 我就是N分之一的 怎么怎么样 它是个Function 或者说是 我刚刚说的 是什么N分之Sum of XI的平方 等等等等 但是 我就觉得这个S-Mator 问题不大 但是 我 你刚刚说的 比如说我只取所有的华人 等等等等 那它可能是数据出的问题 就是说 它是取Suml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而不是我 决定要用哪个S-Mator 出现的问题 就是这个意思 对 但我现在先只考虑 就是说Astimate 就如果是你取值啊 什么什么的 你就是 之后有 之后哪 Costco 哪一种 专门讲的就是 怎么取Suml 然后那个时候 就可能会 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 比如说 我的Population是什么 我的Available Interest 是什么 然后我的 怎么说呢 我的 我刷传的值是什么 或者说 我想 嗯 再比如说 我想要的这个 parameter啊 等等等等 是什么 就 有很多 很多这种简单的问题 这个是 就是实际中 去操作的时候 会遇到的问题 对 我们现在就还是理论的 一些 statistic 里面的一些 基本概念 这个是 Astimate 跟Astimate 一样 关系不大 就你取什么 跟Astimate 关系不大 你们这只四个人 哪次超过四个人 扎心了 扎心了 我记得 三个搜索包 就了 三个一次 只有在 Office Hour的时候 大家都来了 多到爆棚 我整个人就是 嗯 我课上有那么多人吗 我怎么不觉得 我一直想 我怎么不觉得 今天老学 你自己带一个 听听 对 我也不觉得 好 我怎么不觉得 这位 这位 也算了 我感觉 这个考试要比较好 还藏 还藏 给你们看一下 刚刚这张 就是我刚说的 Virus 跟那个 Bias 图 你看这 四张图 对应的 就是 Bias 就是说一个是,你们可以看一眼,就是BIAS LARGE和VARIANCE LARGE是有区别的, 就是有的可能是S-METER之间凑得很近,比如说,比如说, 比如说这种图,它叫做BIAS LARGE,就是说我这个S-METER整体跟我PARMETER之间差了蛮多的, 有一段距离,离中心点有一段距离,但是它们之间凑得很近, 这个是他们的VARIANCE,VARIANCE指的就是分布的这个密度,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边就VARIANCE是S-METER,就是说它们之间凑得很近, 但它们整体跟PARMETER都比较远,对吧? 然后你再看这样凑得近,就是CONSISTENT的意思吗? 也不是,就是不能说凑得近吧,就这样图上来看的话, 比如这样图上来看,就是它们离PARMETER之间的距离, 对,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不是CONSISTENT,是那个UNBIAS, 我现在在说BIAS,就是说UNBIAS,就是几乎是没有偏差的, 就是说你就在它们附近,对吧? 就不是EXPECTATION OF CETA和CETA吗? 那不是BIAS吗?相当于它们之间的距离吗?对, 那么在这样图你看,就是我觉得,我看一眼啊, 比如这样图,它的VARIANCE IS LARGE,我不能说, 我觉得这样图BIAS也不算很小,但是它的VARIANCE, 我一看到是很大的,就是它们之间本来分布的就比较远, OK吧?就是分布的比较散,分布的比较散, 而不是聚集在一起,它的数据分布的比较远, 然后你再看比较好一点的就是这样图, 就是它们之间聚的也比较近, 然后它们的BIAS也比较小,也就是说每一个PARMETER 就在这边中间,就离我的这个PARMETER就比较小, 所以这三种图可以看一下就是, UNBIAS是不够的,比如说我这边BIAS是很小的, BIAS或者说,也不能说很小,就比较小, 我可以说它是UNBIAS,但是它自己的VARIANCE是很大的, 就是它才是分布的很散,分布的很散, 那么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EssMETER, 那么在现在的意义上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还有PARMETER,但是这个老师现在没说, 所以我也不打算先给你们介绍, 还有两个PARMETER,那把这两个再加上的话, 它们就会算上一个比较好的EssMETER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如果它让你们问你, 比如说它的VARIANCE或者BARMETER是怎么样, 你可以用这个去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就是它的两个都比较小, 那么也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MING SQUARE ERROR, MING SQUARE ERROR要比较小才是比较好的, 才是比较好的,就有一方比较大的话, 它MING SQUARE ERROR都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抓紧时间把剩下来的脚体写下, 这个MOM, 再来给你们说一下, 它说是15个Sample, 从同一个Distribution, 是GAMMA, ALPHA就是ALPHA, BETA另一三的一个Distribution, 然后找MOM, EssMETER, for ALPHA, 然后还要DETERMINE, 它是不是UNBIASED, 那么我们还是用MOM的三个步骤, 这个, 那第一步, 我是, 找我的这个,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of x, 这对于alpha乘以beta, 那么这边beta是对于三, 所以接着三倍的alpha就可以, 然后第二步, 我说这个, x, k, bar, x, bar, 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 因为我们EssMOM就算出来了, 关于alpha的, 然后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 三倍的alpha hat, 等于, x, bar, 所以alpha hat, 最好, 这边你要, 在这个脚标写MOM, 因为一般来说MOM可能会跟MLE一起考, 然后你不能都写alpha hat, 都写alpha hat不太好, 最好写个脚标, alpha hat, MLE, alpha hat, MOM, 对于, 三分之, x, bar, 然后他问你是不是unbiased, 是不是unbiased, 这个很简单, 就是unbiased, 看expectation of alpha hat, MOM, 是不是等于alpha, 对不对, 那么在这儿是expectation of x bar, 也就是expectation of x bar, 它就等于三分之,就是concent可以提出来嘛, 对不对, 三分之expectation of x bar, 那么expectation of x bar, 我们说的非常多遍了, 就是我每一个xi的 mean,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三分之alpha乘以beta, 这beta是三, 所以就等于alpha, 所以它是一个unbiased, 就是unbiased major, unbiased major, unbiased major, 那这是MOM, 三个步骤, 就是把这三个步骤理解完, 就知道怎么写的就可以, 就是unbiased, 就是unbiased, 就是alpha是跟那个, 它的expectation一样, 就是我这个theta head的expectation, 就等于我的parameter, 那所以它就是unbiased, 就是unbiased第一名, 你就直接求它的expectation, 看它等不等于alpha就行, 所以它就是unbiased, 不等于它就是bias, 等于它就是unbiased, 好, 这是MOM, 好,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MLE, MLE, MLE呢, 就是一定会考的, 一定会考的, 所以呢, 就多列两道题吧, 就是说多列两道题, 也是这几个step, 也是这几个step, 再回顾一遍, 应该是在week, week3的那个package上面, 我们有讲过, 那么likelihood, MLE它的全称叫做maximum likelihood as maker, 也就是说, 我是让likelihood最大, 那什么是likelihood, 一般来说让你算MLE呢, 它有可能第一题, 还没让你算这个asmator, 就让你求一个likelihood function, 什么是likelihood function, 就是说, 让这组数据发生的可能性最大, 这个是likelihood, 就是说一组数据发生的可能性, 一组数据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likelihood function, 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 这组, 这个N个Sample的Droit PDF, 也就是说, 你要让这组数据同时发生, 要让这组数据能够被你观测到, 能够被你observe到, 能够被你observe到, 我们所要的就是, 什么样的一个asmator, 或者什么样的值, 能让我这组数据被观测到的可能性最大,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asmator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好的, 什么样子的一个值, 哪样的一个asmator, 我才能让我这个likelihood function, 让我这组数据被观测到的可能性最大, 所以它让你求likelihood function,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这组数据的Droit PDF, 那么Droit PDF呢, 因为一般来说, 在这里我们都是从一个distribution中提出来的什么, random sample, 对不对, random sample指代它是independent, 我再写一遍, random sample这两个词指的就是independent, 说明他们是independent的, ok吧, 好, 所以他们的Droit distribution, 一般来说我们都用什么符号来表示呢, 就是相乘, 把每一个的PDF都相乘, 每一个PDF都相乘, 那么notation是大L, 大L, 大L呢, 后面的括号里面你要写θ, 因为是关于我这个θ的一个方式, 对吧, 就是我其他的数字, 其实我都可以观测到的, 我这些xi啊等等, 我都是我的数据, 都是数字, 所以只有θ是未知的, 所以它是Lθ, 完了之后, 旁边是什么, 你就用Droit distribution的这个方式写就可以, 就是f, x, 我这边旁边的这个givenθ, 可写可不写, 我这边的givenθ只是让你就是理解一下θ是一个, 这边唯一的一个variable, 好, 所以这个是它的likely function 那么它的值就是我这写的 如果是disgrade就是每一个的pmf相乘 如果是continuous就是每个pdf相乘 记住他们虽然是同一个distribution 我知道他们pmf pf一定是一样的 但是里面的所有x都要写着xi ok吧就是x1到xn 所以这边是每一个fy相乘 或者每一个py的相乘 这就是它的likely function 这就是likely function 就是likely function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这个likely function 取得最大值 对吧 相当于我们在做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给你一条函数 我为你c等于几的时候 这个函数的值最大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呢 我都会说 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一般给你一条函数让你求它的最大值 在x取哪个点的时候取最大值 都会怎么样就是derrouted等于0 对不对 derrouted等于0 但是这里呢 因为我的likely function是相乘的形式 对不对 你要做derrouted是不是就很烦啊 因为都是相乘嘛 所以我们第二步是什么 做loglikely hood loglikely hood loglikely hood 它的这个notation是小L 小L 小Lc 去log 或者有些觉得不太舒服 去l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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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就是说 乘号变加号嘛 对不对 就是所有的方式 在loin里面 相乘都是会变成相加 都会变成相加 都会变成相加 好 那么因为loin或者说log这个函数 它是单调的 对吧 它是就是说increasing的 一直是increasing的 所以 它取最大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likely hood 方式取最大值的地方 所以我只要让我的log函数 loglikely hood取最大值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第三步 是在小L记录上取小L匹 对吧 就是对于我这个小L 我对于我这个loglikely hood function 做一个diritive 一次diritive 令它等于0 令它等于0 然后我就可以求出我的这个cd hat mle cd hat mle 可以吧 那么第四步呢 只是一个double check 如果老师非要让你们写 就是说参照你们要三文道题 非要让你们再去 嗯怎么说就是check double check 这个是个maximum point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们第四步一定要写上去 OK吧 就是说它的二次delta 要小于等于0 这个步骤 不会算出任何的值 我只是在证明 OK 对 它的它是个maximum point 它是个maximum point 所以第四步 我在这边 所以打个三小号 就是可写可不写 但是尽量写 如果有时间你们就写 没时间就 就是老师也没要求 就算了 算了算出来就完了 这个是正常的这个mle assimator 它的做法 做法 再回顾一遍 第一步求likely function 那么这一步有可能 老师会把它写成A1 A1让你求likely function B1让你求assimator 因为把likely function算出来 那么注意这边 你不要乘到这样就结束了 你要把它稍微简化一下 能不要出现这个乘号 就不要出现 能变成sum 就变成sum 好 然后呢第二步 取log 取log 或者说取log 然后它变成加号 第三步 对于这个函数做一个 derivative 那么在这里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我是对theta做 derivative 对吧 在这里只有theta是variable 对theta做 就是对于theta的一个方式 所以如果有一项没有任何theta的话 你直接就可以删掉的 忽略掉的 因为之前有比如说什么 有一项只有n分之sum 有什么vxr等等 但有同学还是对它做了第二项 就有可能会出错 你注意这边只有有theta的才要做 其他的都是concept 其他的都是concept 好 然后第四步是一个double chat的过程 好 我们来做一道past 老师 什么时候 看到什么标志性 可以就想到又来这个方式 是这样 就是说 likely function 他不会告诉我 就是你用likely function 做的 likely function 是一定要算出来的 就是说 我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maximum likelihood 我都是要likely function的 但是从第二步开始有区别 ok吧 就是求一个函数的最大值 不一定是以derative的情绪出现的 可以这样理解 ok吧 就是说到这为止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这下面是个分水岭 那么什么时候要用这个 这个 嗯 这个做法呢 我就要写一下吧 就是说 si 的范围 中 没有parameter 而它不是比如说0到c 一般来说 就这个 会在这里面考察你 一般来说 只有这个在这边考察你 如果怀疑这个老师 不一定会考虑 因为老师没有 给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 example 但我只是 为了就是防止它 可能会突然出这样的题 就是说 你只要这个xi 每一个 或者说它的distribution里面 它的范围没有 你的parameter 而它不是比如说0到θ 或者θ到正无穷 ok吧 那么这样的情况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做 但万一 我说我这个distribution 它follow一个 它的pdf怎么怎么样 后面坠了一个 我说我 xi是从0到θ 或者θ到无穷 我等会会再把这样的题再写一遍 的话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做 你会发现你做不出来算不出来的 好 所以这个 但是我需要你们知道的是 我的likelihood function 永远是对的 ok 我永远是让这个function取最大值 我只是取最大值的方法不一样 对吧 如果它没有parameter 它范围中没有parameter 我可以用去算derit 依次derit等于0的方法 让我求这个函数最大值 但如果它的范围中有parameter 我一样是取这个函数最大值 我只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分析啊 这种方法去求它的最大值 但是我的likelihood function 你是永远永远要学出来的 它只要让你 就这些方法都叫 算出来的asmator 都叫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ok吧 它只要让你是求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求ml estimator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把likelihood function 给我写出来的 只是你要check一下 能不能用下面的step234 ok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就可以用234 如果出现的是范围中有parameter的 我等会我会做一道题 那么你就不能下面这step方法就废了 你使人去靠你分析你的likelihood function去做 ok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面 你就做题的时候先check一下范围里面有没有parameter 如果没有 ok放心 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好吧 我们来做一道parstess 还是刚刚那个一样的题材 我的排版可能有点问题 就是这个 还是刚刚那个geometric distribution 就是我们算mom的art 我现在让你derive它的ml estimator 你先a问b问一个个来算 a问它让你derive的是loglikelihood function loglikelihood function 先把这个写一下 先把这个写一下 把这个写一下 把这个方式给我写出来 把这个方式给我写出来 这套卷子呢 我觉得就是题目里面写一下 但是它的题量很少 因为它当年只烤50分钟 所以 你们是一个半小时吧 我记得 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还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好 两个小时 我上次看过 就是一个半小时 你们再去看一点 你的暗房子问题 所以提量可能比这个大 但是提型应该会 就是因为学的范围也多一点 后面还有conference 许多吗 还放6 test 我们下一节的 什么再讲 现在周克我把它放长一些吧 嗯 放个三个小时 ok吗 下风 下风 noon 10点钟 20点钟 开始考虽 真的吧 上课考虽 这些说明以后不要选方 防护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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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侬 找我了 不死 不死 所以咱们下周再review完证的话你们就可以去考试了 这个方式应该不难首先你要把likely function写出来然后再去long先写likely function 那么它在这边的perimiter是p,所以是lp那么它也是random sample对不对,所以它是independent的 所以你直接可以用相乘的方式i等于1到n 然后呢你的notation记住你可以这样写就是f,你先写fxi等p 不容易出错,一步不写一步不写 然后呢再i等于1到np1-p的xi-1 然后你看到它们是相乘的,你的指数上面的相加嘛 对不对,所以你是可以化解的 那么别化解错了,你可以看到p乘了几次,p乘了n次吧 对不对,所以是p的n次方,每一个distribution里面都有个p,所以应该是p的n次方乘了n次 然后呢1-p乘了多少次,是指数的相加吧 所以是1-p,是x1-1加上x2-1,就加到xn-1,对吧 所以是sum of xi-n,不是减去1,不是减去1,是减去n,因为减去n个1嘛,减去n 好,然后求log来这种方式,那么就是-log就可以了 小lp,line,p的n次方,1-p的sum of xi-n,好 好,然后还是一样可以化解,那么第一步呢,是把乘变成加,先把乘给乘下,line,p的n次方,加上line,b-p的sum of xi-n,就是第一步 完了之后还能化解,因为就是line的a的b次方是等于b乘以linea,对吧 所以呢我可以把这个指数上面放到前面来,就是n乘以linep,加上sum of xi-n,乘以line-p 基本上化解到这就可以了,化解到这就可以了 注意loin里面加减是拆不开的,把loin1-p是拆不开的 loin1-p就只能是loin1-p 好,化解到这,可以了,这是第一问,让你求他的log like you function 那么第二问,是找meta molecule estimator 其实就是往下继续写嘛,对吧 上面是step1和2,下面就是step3和4嘛,对吧 4你也可以不用写吧,我就写个3吧 就是说我刚刚的是lp是等于n乘以linep,加上sum of xi-n乘以line-p,没错吧 对吧,这个是刚刚算法结果,log like you function 好,然后我们就对p做一次derritic,注意这边算derritic的时候一定不要算错了 应该是对p,那么n它相当于是一个concent,对吧 loinp的derritic应该是p分之1,也是p分之n,加上,注意这里 sum of xi-n,还是concent,不变,sum of xi-n 那么loin1-p的derritic应该是什么,应该是1-p分之-1 ok吧,不要写错了,因为1-p相当于是一个,就是chain rule,对吧 里面还有一个-p在里面,所以对p做derritic里面还有个负号,所以不要忘了这个负号 是1-p分之-1,1-p分之-1 好,然后我们另一次derritic等于0,底下等于0,把你的p解出来 把你的p解出来,解p,这个的解呢就是,就是n除以p等于1-p分之sum of xi-n,是吧 然后你可以写一下,就是,n-p,p,p-sum of xi-p,所以呢,p hat,mle,是等于n除以sum of xi-n,或者你可以写成x2分之1 再次提醒一下,只有p自己是variable,你只要对p做derritic就可以了,sum of xi-n也没有任何关系 n也是concent,它们两个都是concent,只有p是函数里面的variable 然后做derritic的时候不要算错,不要算错 最后是n除以sum of xi-p就是v3 对,因为x bar是n分之sum of xi 它就是sum of xi-p就是x bar分之1,就是反过来 这个结果你其实也可以跟上面的mofs对一对 应该是一样的结果,我记得 好像刚刚算出来也是s bar分之1 对,刚刚算出来也是s bar分之1 我不一定两个s maker出来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这边就比较特强 但是还是会比较相近,比较相近 哪个情况有哪个,你再说一下 首先就是moom和moe它一定会告诉你 首先它会告诉你,你看看这个题杆 find the maximum likelihood of estimator for p 它不会说find estimator for p 因为这样你会有两个方法做 对,那么如果它直接说我说find estimator for p的话 你就moom、moe都行 但是它一般,你看这道题完整的题 其实是A问让你找long likelihood B问让你找moe estimator C问就让你找moe estimator 它一般就是两个 estimator可能会让你算一遍 都会让你算一遍 你像assignment那道题里面也是 让你只要求moem,要求mle 两个都要算一遍 所以这两种你们都要掌握的 OK,好,那么最后 首先来看一个 看一个问题 就是这也是一道简答题目 我不要求你们一定要会 我只是把这道题拎出来给你们 就是 再熟悉一遍likelihood的这个意义 看这样的题目是一道简单让你写 说 就是说maximum lucky who estimator 它背后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么这个我刚刚也给你们解释过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老师的标诈上面是怎么写的 就是说它的过程 过程,首先它说它observe到了一个sample 也就是我们的x1到xn 对吧,好,然后第二点我说 因为这个sample是observe到的 所以应该要就是说有很大可能性要发生 对吧,有很大可能性发生 所以我们要 fine the parameter value 说maximum它的这个likelihood 或者说maximum它的probability 就是说occurrence 所以这三个点你们就是自己看一看 只要能够理解我的这个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是为什么,是为什么 如果让你们要写出个一两点的话 你没有英文要怎么怎么写 对吧,你要怎么去理解它 他说了,就是说要maximum它的likelihood of the observe the sample 就是说要找到让这组sample出现的可能性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值 也就是我们的mle 我看一下 那我最后的最后还有一道题目 我就再给你们说一遍 就是说我的mle里面可能会出现的 就是比较奇怪的题目 就是你不能用step234去做的题目 照记其实在我们的package上面出现过 在你们week4的这个mle的时候做过 那我在这里再给你们说一点 它的特殊点在于 它的variable的范围里面有parameter 就是你这个y 这个syple里面 它distribution里 它的范围里面是有我的parameter的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你的step234基本上就废了 你就不能用那个方法去做 不能用这个方法去做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但是第一步还是一样写出来的 就是它的likelihood function 我们是一定要写出来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说我的likelihood function i l theta 应该还是什么 还是它们的join density 那么join density在这里 因为它是random sample 还是一个parameter 对吧 还是它的pdf的相成 还是i的1到n fyi theta 那么也就是i的1到n theta的3次方3yi的平方 那么你如果去化解一下就是theta的3n次 就是 评议什么呢 就是3的n次方 还是成iPhone iPhone 但是这里呢 你会发现它少了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density function里面 我的pdf里面 有parameter 对不对 就是我的范围里面也有parameter 什么意思 就是 我这个join density 如果没有 我的范围里没有parameter的话 无所谓 我这个范围可不写 但在这里 但凡出现了parameter的东西 我都要沉到我的likelihood function里面 所以它后面还要写一个什么呢 就是 在这里 你在这就可以写 就是说 只有当 这个方式是指 只有当我的yi再0到theta的时候 这个值才等于1 再0到theta之间的时候 等于0 elsewhere 所以 就是说 我要把我的范围给 沉到我的likelihood function里面去 怎么沉 就用我这个方式去沉 就用我这个方式去沉 这方式的意义在于 如果我这个parameter 如果我这个variable 它的范围在0到theta之间的话 它这个值得留意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方式正能有值 ok 我的这个方式才等于3yi i方除以3四方 那么如果它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这个方式直接是整个都赢了 ok吧 是一个i吗 对 就是这个叫做information 就是说 用来固定我这个范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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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i 如果你的这个parameter的范围里面有 你这个variable的范围里面有parameter的话 你必须要沉上这个方式 我给你红笔换出来 这个的意义是说 在这个范围里的话 它就是 你在的话就是0 那么 在这里 如果我沉到里面的话 是每一个都是这样 每一个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的每一个sample yi 都在0到c 之间的话 ok 那我整个这个likely function 是 是这样的结果 ok 但如果大概有一个 不在0到c之间了 就是整个都是0了 对不对 因为它们都是乘的 对不对 乘一个0就都是0了 所以我的这个likely function 应该是有两种情况 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吧 应该是有这样两个值 这个是 就是说 有一个yi 就是说 elsewell的话 整个就等于0了 对 所以呢 这样的情况 我们想要我这个likely function 得到一个最大值 maximum 首先我不能让它等于0吧 对不对 0肯定不是一个最大值吧 对吧 所以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这个theta要满足什么呢 首先我这个theta要满足 我不能让每一个yi都在 就是说 我不能让任何一个yi 大于它 对 我每一个yi都要小于这个theta 所以我这个theta一定要大于每一个yi 不然我就等于0了嘛 所以我这个theta至少是什么 theta要大于等于我这个maximum of 对吧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一点 我这个theta手下大于等于我等于maximum 不然我整个lank function直接等于0 我也不要去把它maximum了 对不对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 我还要让lank function最大 因为我想要一个固定的theta 我并不是每一个theta都满足了大于等于它之后 都能让它maximum 一定有一个theta是让它最大的 那么哪个theta呢 你就要看这个方式了 那theta在它的分5上面 对不对 所以主要theta越小 我这个lank function就越大 对不对 所以theta要小 最小的就直接就等于我的maximum 所以第二件事情是theta要越小越好 所以这两个combine到一起 我的theta和mle 这个theta一然叫theta还mle ok 它就是等于maximum of我的y 好总结一下 如果如果我这个variable 这个density function里面的范围 去看它范围 范围里面没有出现有个parameter 就跟我们之前的普通情况一样 你step1 2 3 4 坐下来 求出来就可以了 但凡出现了这个parameter 首先 你要知道你这个方式 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行动的 我给你直接滑掉 第二点 你的lank function 不仅仅是要把我的这个density 也沉进去 不仅仅是要把他沉进去 还要把什么沉进去 把我的范围沉进去 不会吧 范围怎么沉 就这样写 就这样写 i 是0到theta 那么如果是theta到正不穷 你知道就写i theta正不穷 不会吧 他你要不是说写 主要是而且你要记住 你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你要明白什么意思 那么你总结到最后 你会发现就是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Yi 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么就每一个Yi都在范围里面 它的结果是这个 但凡有一个是elsewell的话 就整个的对0 这是你的lank function的值 这是你最后的lank function的值 然后你根据这个东西再去分析 我这个现在到底要得以一个什么样的值呢 才能让我这个function的值最大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把这个0去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得出 我至少要比这个最大的Yi还要大才行 OK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我这个 我再去找怎么样让正方式最大 哪个theta能让它最大 那么在这里我就说我这个theta 至少要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所以我最后读出结论说 我的theta和moe是maximum yi 那么你再比如说在这个例子 它可能 比如说theta在分子上面 然后这边比如说是theta的正不穷 那么我在这就可以知道 我theta一定要比每个yi都小 所以它要小也等于它的minimum 对不对 然后呢 又要它越大越好 所以就正好等于minimum 所以其实怎么说呢 这种题目也不太常考 我只是就是以防万一 万一说你们要考到这种情况的话 所以我当然还是要跟你们说一下 大部分情况 我是可以用一二三四四个step去做的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imum 那咱们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边 然后下周如果出了任何关于announcement 然后pass exam 还有practice的话都发给我 我下周会在review的时候再跟你说 咱们剩下的东西也不多了 大概就content性的 最顶多在一个hackhouse test就可以了 剩下都是一些比较少的点了 主要还是content性的我对东西 对 rcode我会最后总结一些 就是会可能考到的 它肯定不会让你现场写 但它有可能会出什么呢 它可能会出那种词 就给你rcode 然后问你它是比如说什么作用 或者说哪个rcode可以produce出这个结果 你要知道几个比较可能出现的rcode的方法 好 我说真的是 那有三个发展的方法 对 因为三个你是自己写的 那考试的时候你的 就是你的资源很有限 就只有你的脑子 他就不能 他不能指望你就是用脑子记住 所有的怎么怎么怎么搞 这个 那么有电脑就不一样了 他难度就可以直线飙升 对对对对 其实运机会有一样不容易 我代出给肥骨 还有那些两种